我今天不來熟通 跟你們說大人為 但是 但是越小越緊張 一開場用台語獲得滿堂笑聲及掌聲 回答創辦人黃仁勳 受邀到台大畢業典禮致詞 金句連連 華仁勳強調大家要跑起來 不要只是漫步 用自己創業歷程來鼓勵畢業生 在台南出生的黃仁勳 9歲與家人移民美國 在30歲時創立揮達 有過充滿羞辱的失敗 但以謙遜之心 面對錯誤並懂得犧牲和取捨 如今回答成為AI晶片龍頭 受惠於AI浪潮 股價今年已漲1.1倍 成為今年升幅最大的美國重磅科技股 也是美國市值第五大的上市企業 回答的影響力有多大 有半導體分析師認為 台積電就是主已換人 過去一顆蘋果就台積電 如今回答表現 有助台積電下半年的營收達標 而創辦人黃仁勳 今年身家增加202億美元 高達340億美元 約1.04兆台幣 全球富豪排第37 但卻決定的逃避 決定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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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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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 這次黃仁勳來台 除了到台大致辭外 也拜訪技嘉維新台積電等廠商 下周一上午也將在台北國際電腦展 舉行演講 屆時勢必誘惠再引發轟動 既然一聲請成天安台北三方報導